來 我們講這個十法乘聖 十法乘聖 就是這十個 十個次第 那十個次第呢 它是依據什麼 我們昨天講的闢禦 是哪一個闢禦 法華經裡面的什麼闢禦 對 山車跟什麼大白牛車的闢禦 那我們依據這十個闢禦 這個闢禦來分出十個修行的次第 那我們現在看 在220頁 220頁的別教 所謂的別 什麼叫別教 什麼 什麼別 別就是個別 特別 跟別人不同 不同 哪一些東西跟別人不同 教理 制斷 行為 因果 都跟其他教不同 跟葬 通 圓都不同 所以呢 這才叫做別教 那別教呢 有沒有聲文 圓訣 沒有 別教有什麼 只有菩薩 它只有菩薩 來 我們看別教的十勝 二百五十八頁 第一 別教的禮 它是什麼禮 關 關什麼禮 它是關什麼 別教已經 好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通教的人 我要怎麼樣能夠知道 我關到什麼禮 我有什麼觀念 我就可以被接到別教 接的地方啊 我被接到哪裡 被接到別教是因為我悟到什麼禮 彈中 對不對 因為我悟到彈中 所以別教的禮就是它的主要的主軸 它的精神就是中道 中道的禮 那這個中道呢 是真如自信 就是我們登出地的時候你要正道的禮 它才叫做 這個就是真正的中道 要不然我們其實都是 並不是真正的正道中道 是自己想出來的 是原法 有攀原心的中道 不是真的中道 但是在這個別教的時候呢 它關的禮 就是中道 這個中是淡中 不是原中 所以它在這邊講了 登地中道之禮 這個禮呢 是什麼 是中道 但是它是 窘出空有 窘出空有 就是它不是空 不是有 他是在講了什麼為什麼 退父 就在講什麼 這是什麼中 這是原中還是淡中 üyorsun 窘出空有 多少 是什麼中 這就是淡中啊 要不然你們 他們理解的淡中是什麼 淡宗就是非空非有 窘出空有 就是不是空不是有 的那个宗就叫做淡宗 听得懂吗 所以源于登地的中道之境 这是他的别教的礼 别教的 他要观不思义境 他的不思义境是中道之境 第二个真正发心 为什么发心 藏教的发心是为了什么 为了涅槃对不对 那别教的发心是什么 别教的发心是什么 他不是菩萨吗 菩萨的发心为了什么 对他就是为了法界一切众生 所以他的发心就是普为法界 再来他的 指观是什么 他的指观是什么 他这边就讲 安心指观 定会 定会 好 再来第四个呢 次第骗破 三祸 破祸是破哪三祸 剑尸祸还有呢 沉沙祸跟什么 无名祸 来 什么关破剑尸祸 剑尸祸 修什么关 要破剑尸祸修什么关 空关 破尘沙祸修什么关 破无名祸修什么关 中关 所以他是骗破 三祸的烦恼 好 再来第四 第五个 第五个要调试 调试 那个要试通设 对不对 通的话是什么 设的话是什么 来 次第三关 有没有 次第三关是哪三关 来 次第三关是哪三关 那个新牧师 先次第三关是哪三关 次第的话呢 如果叫做次第你要这样子讲 你要正确的讲 不是直接讲三关 先修空关 然后破剑尸祸 再出甲关破尘沙祸 然后再修空关破无名祸 我们 比较正确的讲法 次第三关 第一个 从甲入空关 这个叫做修空关破 剑尸祸 第二个次第 从空出甲关破尘沙祸 然后再来呢 第三叫做双离 所以他前面就讲窘出嘛 窘出空跟有 双离空甲 那安心中关 那是破无名祸 那这样子呢 叫做刺帝 他这样叫做刺帝 刺帝三关是通 剑尸沉沙无名 就是没有关破 就叫做色 好 再来第六个 调式 三十七柱道品 调式这个三十七柱道品 是菩萨的 这个 他讲 宝具陀罗尼 那 三十七柱道品 那不是跟 藏教的一样吗 有没有 那不是跟藏教一样 那不一样在哪里 藏教也是三十七柱道品啊 三十七柱道品是什么 来 新参师三十七柱道品是什么 四念柱 四正秦 四如意足 五根五立七觉知八正道 三十七柱道品 那虽然他修的品目是一样 可是因为他的 他的修的观 观念是什么 是什么观 他的理是空观还是假观 还是什么观 他是用什么观 只要叫做别教 他就是用中观 那如果我们不知道 他一开始就是一直用这个观 去修所有的法门 那你就不知道 不懂什么叫做别教 听得懂吗 所以他的理很重要 藏教的理是什么理 藏教的理是什么 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 要不然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再学了 通教的理是什么 无声的理 通教的观是什么 然后呢 别教的理是什么 别教的理就是什么 对就是中道的理 就是淡中的理 已经浓缩到剩下两个字了 不要又不一直记不起来 淡中跟什么理 那你用生灭的理来看三十七柱道品 跟无声的理看三十七柱道品 那你用生灭的理来看三十七柱道品 还有原中的理修三十七柱道品 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听得懂吗 好 那如果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理的时候呢 你要怎么办 不知道的时候没有办法悟 没有办法契入 问题是什么 侵入不了问题是什么 就是有很大的障碍嘛 听得懂吗 就是那个障碍很重 那障碍很重的时候怎么办 修什么 啊 障碍很重的时候 推回藏教去修啊 修什么 他就修什么 你障碍很重 你都观形不成 你要修什么 修什么是资粮 蛤 修五庭星观对不对 你就把五庭星观拿来修啊 因为障碍很重啊 智慧不开啊 智慧不开你就会一直在烦恼的境界当中啊 称心的境界 痴心的境界 贪心的境界 一直在那个里面卡住啊 好 所以你看我们已经学法 学学很多 还是会起烦恼 还是很会起烦恼 就是那个就是叫做障碍很重 很容易 你发现自己的那个 哇 那个 这些烦恼很容易就陷钱 而且甚至于 更容易的时候 你就一定是要回去 资粮不够用的啦 好 资粮不够用才会 这个路就是走得很辛苦啊 你的油不够啊 所以你那个车子就是爱动不动的啊 好 那不可以抱怨说 啊这个路那么难走 你如果是好车 那个路 什么路都可以走 连沙漠都可以走的 那就是那个车子太烂了嘛 好 那那个车子是什么 就是这个使圣观法 使法成圣 你那个车子 那个要盖子没有盖子 那个车门呢 开一开会掉 打开 是不是 关不起来 还要用绳子把它绑住 然后轮子 怎么一下子少一个 是不是 那个椅子呢 坐一坐 屁股破了两个洞 因为实在是太颠簸了 所以这些都是没有具足嘛 所以你就是要回到这个 前面 三十七照片也好 四地也好 或者是那个五庭星观 四念处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用的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三十七柱道品 是从四念处开始修嘛 四念处开始修 对不对 好 但是你四念处你都修不好 怎么办 四念处的前方便是什么 四念处的前方便呢 你要怎么样让自己的 调停其心令堪修念处 那是什么 就五庭星观 五庭星观就是来帮助我们好修行 好修行 那个四念处修不起来 不是说 没关系那个藏教的不重要 不是 别教也在修三十七柱道品 到原教他还是修三十七柱道品 不要说不重要啊 是我们自己用什么态度 什么观念去修三十七柱道品 然后他到到终点呢叫做什么 正道空解脱门 无相解脱门 有没有 无愿解脱门 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啊 然后三解脱门他就正道的中道的这个力 好再来前面呢第七 你看他讲第七个 第七个他教我们怎么样 要用就是要善用什么 葬通 教我们的法门啊 有没有 用前葬通的这个方法 来帮助我们怎样 开智慧啊 你要正道实相的道理 你要开智慧 你要明白这念心啊 而不是 就是我们都一直眉毛胡子一把抓乱修一桶 修行常常都会落入一种无名 就是你不清楚在修什么 所以为什么刚刚要问大家 你今天已经写了这个华炎经的摘要的重点了 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叫你每一张都写 最好就是每一卷都要写 这是会帮助自己很多 但是呢你在看完了送完了这一遍 送完了之后 你还是不知道重点 那你就要对你自己的 这个思维的部分要加强 就表示你的思维能力是不够的 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那思维能力不够就是练习不够啦 你要练习练习久了你就会想了 你多念几遍 然后多思维你就会想了 可是如果你不是用这种方法 你做人做事其实都一样啊 你在读经是有这个问题 做事也是会这样 不得要领 就是都一样 然后呢 读经都背不起来 你觉得做事都很可靠吗 那个做事一定也是丢三大四 听得懂吗 就是其实你说啊 哎呀你不是那个你们都只是会读书 不是他不是会读书的问题 他是你的观念有没有 时时时刻刻设念在心 如果有 你读过的这个经 你送过的这个经 你就可以 益持嘛 你学过的这些法 你会不忘嘛 同样的你做的事情 你也会不忘嘛 你看我们最近在学那个开水 关水 开水关水几个步骤 就几个步骤 那我来问星红师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好 来停 好接下来呢 星红师 接下来呢 对 哪里总开关 哪里总开关 好这是第三个步骤吗 好来第四个步骤呢 来星红师 第四个步骤就是把那里的水 把他那个 那个黑桶 焦水那边的黑桶的总开关打开 打开 然后第五个步骤就可以跑进去玩 不是 就是检查每一棵树 我没有教到 要检查 对对对 就跑进去玩啊 对不对 就去招呼每一棵树 对不对 然后 就说你们喝饱了吗 要交保护费 是不是这样 跳过去了 好危险喔 交给你们 你知道最后呢 就是一个空空的桶子 你开了黑桶的走桶 说他多一点点轟 对啊 所以要检 因为他不是每一个灯会 已经先开了吗 那你没有讲啊 那这步骤接少过来啊 嗯 好 好 你看 这个步骤不是大家一起学的吗 有没有 好 大家一起学 然后呢 有没有 一起会 有没有每个人都会 明天考試的內容就是 第幾個步驟 第幾個步驟 那個步驟每個人都要會 因為你不能只有一個人會 或者是寫出來 然後就PO出來 然後大家禁告周知 結果到最後你還是不會 然後就還是要怎樣 還是要去找人家教我 那這個其實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訓練 我們要背37做道品 其實就是步驟 你要斷煩惱 你要解決你的生死問題 你的步驟是什麼 有沒有 好 那你如果步驟對了 就通喔 真的有效 有水 有沒有 哇 那個水就噴出來了 你看 是不是 那如果步驟不對 塞住了 怎麼沒有水 怎麼滴兩滴 壞掉了 是不是 我們就說壞掉了 那事實上是因為步驟的問題 所以修行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就是一直調一直調一直調 回到前面去看 從來我們的步驟 哪一個哪一個步驟沒有注意到 哪一個環節沒有注意到 所以這個做事也是這樣子 然後呢 修觀法也是這樣子 好 所以到這個第七呢 因為我們要當菩薩嘛 別叫是修菩薩行的嘛 那修菩薩行呢 他在度眾生的過程當中呢 他發現有障礙的 有困難的 他做什麼 欸 去找方法 那找方法 他什麼方法都要會 所以障礙通的這一些法門 他不會 不會怎樣 不會把它排斥掉 因為他會幫助自己在這個時候把這個法修好 好 所以這個就是他的一個這個騙學 因為在別教這個地方 他是騙學的 所以他的法就是無量 法門無量 我剛剛講的不是開玩笑 我明天問的就是考試的就是這個步驟 就是教我們的松樹的步驟 的水的步驟 然後地點方向 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 第四個動作 然後包括交完了之後 然後就一走了之這樣 然後隔天就換我們沒水喝 是不是 所以呢 他一定是要有一些 那個 要注意這個整個每一個環節 好 再來到第八呢 第八就是善知 要知道 我們要知道你現在學的是什麼 我剛剛問大家 你送的是哪一卷 你負責的是哪一卷 你連送的是負責的是哪一卷 你都記不起來就要很小心了 因為 因為我都不知道我忘記了 那表示你對你自己負責的這個是沒有負責型的 你並沒有負責 你只是因為被分配 那善知的時候呢 你們在整個現在在學這個八十华言的過程 你要知道每一品 它的前面跟後面 前面跟後面 那有沒有聽懂師父在講十無淨藏品的時候 十無淨藏在整個 這個華顏經的地位是什麼 它的地位是什麼 它的位置 它扮演什麼角色 什麼 滲進去後 還有呢 還有行 有沒有 它雖然在打瞌睡 可是它都有聽進去 你看它馬上就抓到重點 好 那 這個地方呢 好 那 接下來那個 好 新測試 我講那個藏 它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叫做藏 十無淨藏 它為什麼取這個名字叫十無淨藏 藏有寒長遠長的意思 也有出生的意思 要去引出後面的迴向跟地 施地 登地的這個意味 然後無淨 就是藏其實師父講的重點 我有吸收到就是 其實這十樣每一個人都本質具有 只是沒有到無淨 要當行了之後發起那個心 就會有一個無淨 那這個就是一個目標 好 好 十無淨藏第一個是什麼 信 信 然後接下來呢 禪 信 還有第二個 戒 戒一定都是在信後面 第一個東西就是 你有信心之後 第一件事情一定是戒 大家的修行你要知道 如果這個人一開始修行 他都不受戒 你不要教他了 因為他到最後會入魔了 如果一開始他就是先 我要來受戒 我要來歸依 那他就是可教的 因為他後面所學到的法都會 有一個戒在做 把關 好 所以呢 這個戒 有很多戒啊 有很多的起心動念而產生的一個戒 所以第一個就是我們有信 第二個就戒 接下來呢 就慘跟愧 是不是 你沒有慘愧心 你的修行其實很難進步 好 慘就是什麼 我都已經學佛了 我還一直屢勸不停 還一直用過去的心態 一直不願意改 你以為佛都看不到嗎 你聽得懂這意思嗎 就是很慚愧嘛 就是佛陀都知道啊 他看到我們了啦 好 那看到我們的 我們還不認真都學法了 還不認真不改 愧呢 就對不起誰 對不起自己 對不起別人 好 那 這個慚愧 就是我們要隨時都要有那個慚愧心啊 要不然你就無常無愧 就是 沒救了啦 沒救了 所以 這個為什麼他就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他把前面的 所有修行的法收射到 這十個方法 你前面 啊 要修太多了 你先不要 你要 就是你如果都記不起來 好吧 那你就記這十個 就是記這 你這十個做好就很厲害了 所以他是 這個十 行品的行 後面的真正的實踐的得目 十個綱目嘛 十個重點 對不對 好 所以他又可以 你如果做好了 你就可以升級喔 好 因為他就是盛進 可以幫助你把自己的修行可以再更提升 好 就再更提升 好 那 你看我們要知道這一品 他在這個位置 你看我們讀 十信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有沒有 沒有叫做十無淨障啊 沒有這個詞啊 有沒有 所以有人說 明明我就是學 十信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等絕 廟絕 十無淨障是什麼東西啊 是哪一 要插在哪裡 有沒有 好 那我們看 信 住 行 向 地 等 廟 十無淨障要插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 放在哪裡 信後面嗎 住後面嗎 行後面嗎 是不是 行後面要加一個十無淨障 向後面嗎 其實有 但是因為這兩個都有了 所以就是行就可以了 十行 因為十行已經教過了嘛 十行的勝進去後就是十無淨障 十回向的勝進去後也是十無淨障 但是呢 因為在十行已經學過了 所以呢 就省略了 聽得懂 好 所以這個地方呢就是十無淨障 他就要插在這幾個地方 你要知道啊 要不然 接下來師父 我學這個是要幹什麼的啊 有沒有 所以他這邊講善知 你要知道這些差別 他的層次的差別 好 接下來呢我們十回向晚要十地了 十地又是修十波羅蜜啊 十地修的十波羅蜜在哪裡修過 在什麼時候修過 在十行的時候其實就修過了 在十行的時候修的十波羅蜜 跟十地修的十波羅蜜 差別到底在哪裡 要不然不是說 欸 師父 你這講過了 我看你可能不知道要講什麼 是不是給他重複了 就變這樣子喔 你會以為都一樣 但是地前的十波羅蜜跟地上的十波羅蜜差別是什麼 好 那我們再回頭看喔 第一 別叫的第一個禮 源於登地中道之境 有沒有看到登地 登什麼地 登地是什麼地 前面這登什麼地 叫做登地啊 登地就是十地啊 十地就是從初地開始 就是地上的禮叫做中道之禮 那地前呢 他就還沒有 他還沒有悟到啊 還沒有悟到這個心的時候 你修的十波羅蜜 跟悟到的時候 是不是就不一樣 還沒有悟到之前 修的十波羅蜜叫實行啊 悟到之後 修的十波羅蜜叫做實地啊 一樣都在做喔 為什麼有差別 因為你體悟到的 真理的程度不同 所以呢 這邊就講說 欸 我們一定要知道啊 要不然呢 終不為我刀吉上聖 要不然呢就會覺得 我就跟佛一樣了啊 我們不是差不多嗎 你看 你不失你的血 我也不失我的血 我都有去捐血啊 有沒有 那你說 欸 這個差別在哪裡 好 再來第九 雖然為順 離開為順的 強軟二賊 賊是什麼 有強賊 最討厭的賊 就是逆境嘛 為境啊 為就是強的賊嘛 好 那順境是不是賊 也是賊啊 他只是軟的賊而已啊 他一樣都會讓你的心 失去正念啊 好 所以呢 這個地方呢 就是要 能夠側境 知道位賊 從十性位 入於十柱位 好 到第十呢 離相似法愛 第三十星 什麼叫第三十星 就是 十性 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十柱 十行 十回向 是三十個賊位 就三十星嘛 好 三十星 然後能夠正到十地 這樣聽得懂齁 好 這是別教的十法成聖 他就可以配合我們整個 華顏經的修行歷程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要看到這個教官綱中 後面呢 就要能夠搭配 所以教官綱跟中 他就很重要啊 就是綱目嘛 好 那我們用這個綱領 來學習這些佛陀的教法 你就不會亂啊 好 你就會覺得 欸 喔 很清楚喔 這個時候 我們要學的這些科目 就出現了 他出現了之後 每個階段 每個階段要做什麼 那個任務是什麼 然後完成了之後 你是登到哪一個位置 你就可以檢查 你自己到哪個位置了啊 好 那我現在到這個地方 我要卡關了怎麼辦 回頭看還有什麼方法 可以來解決 這就是修行的一個 晉級的一個什麼 指導手冊啊 有沒有 我們就拿到了這一本 喔 真的 這個就是在幫助我們修行 你才會知道 喔 我現在到哪裡 我要卡在哪裡 這樣子啊 聽得懂嗎 好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是 就可以幫助修行的人 一路到一定會到保所 好 一定能夠到保所 所以這是別教的始法成聖 葬通別緣都有始法成聖 所以我們就要來這個 把它比較一下 就是接下來大家要寫這一個 就是把始法的這個每一個步驟 都把它寫出來 寫過一遍之後 然後你再比較你就比較知道那個 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有三個表格對不對 第一個表格是什麼 第一個表格就是最後 最後面這個 障通別緣一開始的表格 那是什麼表格 就是這個 就是他的教理啊 他的修行啊 他的觀行 他破的煩惱啊 他對的這個 關禁是什麼啊 這個就是他的那個表格 有沒有 障通別緣 這是第一個表格 好 第二個表格是什麼 六極佛的表格 有沒有 那六極佛的表格畫好之後呢 還要 還要畫什麼 階 你要把階畫上去啊 用不同顏色畫 好 第三個表格是什麼 始法成聖 所以要教喔 因為我們要在 快要圓滿我們教官崗中的課程了 大家那三個表格 要教出來 自己要找時間寫 好 交給誰 現在已經 退心了啊 菩薩做一做做到退心啊 交給建具師父喔 那自己要找時間寫 不要去抄別人的自己做 自己做 那抄師父的沒有用 因為抄師父的最後還是 沒有變成自己的 所以最好就是自己可以做一遍 那寫的好寫的不好 那個就後面才有進步的空間 好 那我們這一堂課先到這邊 向下文藏附帶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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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